AM新聞分析,今天和大家講講幾件和新冠狀病毒肺炎的一些最新發展 香港的方面其實有一家人,十九個人打邊爐年初二的時候 有兩個人就確診了,七個就初步確診 衛生服務中心就立刻派了人去Party room 在觀塘的一個工業大廈裡面檢查一些樣本 聽到現場的消息,即時工業大廈的一些物業管理單位都清洗得很厲害 整個走廊都是一層漂白水味 但這件事發生在年初二,究竟今天再洗一大次是否真的有很大作用 不過我想現在都不會大家計算這麼多,因為既然發現了有疫情的話 當局或者一些涉事的其他持份者,物業管理公司,清潔單位 都一定是做到加零一的了 另一方面來說,除了這件事令大家心驚不敢去打邊爐之外 有一件事我都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新聞黨葉太葉劉淑儀 在她的Facebook專頁上,就有一段這樣的post 就放在那裡,就說新聞黨將會為受醫護罷工影響的市民提供義務的法律諮詢服務 她就提到是這樣的,當中我不讀了,其實我就讀一部份 她說,根據醫管局多次向公眾表示受影響的服務範圍 包括新生嬰兒的心設治療部、急症室、產科、深度管實驗室服務等等 聯網的總監楊帝剛更加指出,由於專職的醫療和放射治療師 就這些部門的罷工人數較多,令到部分的服務受影響 而也有一些去東區醫院求診的年長市民和葉太反映 罷工期間的醫療服務受到影響 她就說呼籲需要緊急醫療服務接受手術的人士或者長期病患者 假如她們在公會罷工期間的醫療服務受到影響 歡迎她們隨時聯絡新聞黨 她說她們的法律團隊成員 將會為受影響的市民提供義務、法律諮詢服務 研究向公會進行民事索償 當然,我想香港就有法治社會 每一個人覺得自己應有權利受到侵害的話 都可以隨法律途徑去尋求協助 拿回公道 不過這次我覺得有些奇怪 大家仍然對於疫情這麼擔心 或者將焦點都放在如何抗疫的情況下 為何葉太會突然想到這樣做呢 為何我會有一個這樣的疑問呢 因為其實我想大家如果對這件事有些了解的話 都會知道其實那些醫護團體之前的公會 他們其中一個訴求就是想封關 減少一些外來的或者一些入境的人士 對於香港的那個衛生安全受到影響 講得簡單一點就是不需要那麼多人來 希望這個肺炎疫情就不要再加劇 或者甚至乎是出現一個大爆發 除了你說在公共醫療或者公共健康層面上面 他們有訴求之外 其實因為本身這班都是醫護人員來的 如果香港出現大爆發的話 確實對他們的那個直接的生命安全受到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他們作出這些訴求 你說是否完全沒有道理 我想我們不要用一些主觀的眼光去看他們有沒有道理 不如我們看看其實在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裡面 其實它有提到有一些白紙黑字寫了的條例的範圍或者目的 其中一個就是確保僱員工作時的安全和健康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在一般地的情況下 是要改善僱員的工作環境以確保安全和健康 另外一方面也有提到就是改善一些危險的工序 作業的裝置和令到工作地點使用或者存放的物料能夠符合更高的安全和健康的標準 其實這個我想當然了 其實這個邏輯就是說工業安全的這個條例 那個職業安全的這個條例的涵蓋範圍是相當廣闊 並不是說你在工廠才有這個保障的 在寫字樓甚至乎我覺得在醫療的環境 在醫院裡面更加這些條例的涵蓋面可以說的話是非常之廣闊 在法律上面究竟解讀是怎樣呢 我相信如果你說醫護人員他們感覺到 如果他們感覺到他們的醫療設備是有缺失或者保護裝置不足夠的話 其實醫管局都可能已經犯上了這個職業安全條例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提出一個罷工以要求改善這些所謂工作上面的安全的一個保障和條件 你很難說它不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葉太在這個時候作出這個呼籲究竟是一個什麼邏輯呢 或者這個邏輯是來自於覺得醫療人員他們有沒有了解過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有了解過有溝通過 然後都作出這種幫助別人民事索償的或者提供諮詢的呼籲呢 我覺得就挺奇怪的 因為我想大部分人都會感覺到香港現在其實不用聽回來的了 其實很多報道都有說過 各大醫院其實都有口罩不足防護衣不足的情況 也都相當之緊絕已經不是一個什麼大新聞 我自己甚至乎收到一些訊息就說 有一些就算是一個手術室的一些醫護人員都好 他們的口罩供應自己都覺得很緊絕自己都要省著用 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就正正反映了他們往往之前那個所謂罷工的一種爭取這個訴求 其實很難說他們不合理的 為什麼葉太又會去做一個這樣的呼籲呢 我想其實我自己就不理解了 不過我覺得作為政治人物呢 其實有一些舉措有一些舉動呢 我覺得你除了你說你是保障了 當然可能有一些公公婆婆跟她說得很淒涼的 我們原本去做手術現在不能做了很慘啊 或者影響了健康我明白的這些是 但是我想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尋求一個大我的一個角色扮演 尤其是是從政的人 什麼叫大我呢 就是說其實究竟群眾裡面來說 大部分的群眾的福祉 是不是就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呢 醫護他們今次的那個罷工 如果他們真是好像剛才所說 他們是為了減少這個他們本身的職業安全上面受的影響之外 其實更加可以引伸到就是說 如果他們的安全受保障的話 對病人來說都是有得著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就真是都不是很想得明白 究竟葉太究竟在這個法文裡面 他有沒有想過就是一個所謂大我和小我之間的那個邏輯和關係呢 好了講完兩單香港消息之後呢 其實明天內地就會復工了 2月10號 我見到很多電視畫面都有看到 內地都很嚴陣以待 出入上海的車輛呢 其實每一架都要停下來 去照一照額頭看看有沒有發燒 我真是很希望呢 雖然你說內地這次冰行險著 但是呢 真是衷心希望這個疫情 不要因為這樣而再一次大爆發 因為如果能夠過到這一關的話呢 我想那個內地的經濟呢 就應該都會好些少的 今天和大家就聊到這裏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